这里是开户场白面时间2021年 12月10号的晚上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 这个重磅是一觉 下午一觉睡一个瘾了过来 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标题 来自于今日头条 我们看一下时间 也是今天的12月9号 在落款的地方有一个12月9号大陆的 来自于那么发行的是人民网 人民网 但是人民网杠人民日报 我不知道人民日报是也登过这个没有 这影响不一样 那么标题是什么 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什么意思 难道风向变了吗 所以我们讲风向变了吗 双引号 也就是说至少有这样的一个苗头 但是我们还没看到第二步第三步 但是这个符合我们之前的判断 也就是习近平最后像要经济上动手的时候 一定会受到这些改革派了 那个抵挡 那么也许他就在这里面就 因为今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对于共产党内部的邓小平派系 或者改革开放派系 就是中国的文明力量 我们讲到这点 往这个上面靠一点 大家记住这点 那是最后一次反击的机会了 最后一次反击机会 所以在中共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面 最后一个公告出来 那么难产出来 如果按照一路摊平的话 习近平可能当天就发布了 一切就顺利 结果隔了四五天 那么难产出来 所以有一些阻力 那么这个阻力在这一篇文章里面爆出来 一个月以后出来 那么在一个月当中干嘛呢 就出来了内部翻江倒海 所以我们谈到了宋平 谈到任志强被放出来了 谈到柳传志 这个不了了之后 谈到刘鹤的转向 刘鹤是习近平的心腹 经济方面的精腹 那么这他一转向 等于习近平失去了经济的支撑 看懂了这一点就到 所以我们讲 这后面两个月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是习近平软着陆呢 还是硬着陆问题 还是一网无钱问题 软着陆就是大家大争妥协 你心灵道展 下财 下去就完了 不能抵挡改革开放 这个就要拉倒了 过去你惩罚的谈犯难关 都是正确的 因为党永远伟大 关系正确吗 所以不会给你栽赃 不会给你干嘛的 保存了就完了 那其他的干下去就倒霉了 那么继续航行 硬着陆那就是政变了 那就干账了 这个硬着陆里面有好多种可能性 包括明年的 所有三年以后 如果是一路躺平 那也是一种 所谓一路躺平在这种情况 其实也就是习近平发动的政变 他把那些反对人一网打劲 一网打劲 那么我们讲 所以说第三种可能性 他一路躺平的话 那也是一种政变 也就是要不他怎么 最好的方式 双方达成妥协 现在看来妥协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你包括西南要设立证券交易所 这类的 那么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我们一直认为资本的力量 在这 也可以看到华尔街 为什么始终不从这里面撤出去 人民币汇率始终不跌下来 这都是等于国际力量 在帮助中共进行所谓的转型 这也可能就是 邓小平后面的江泽民和胡锦涛 延续下来 留下来的一个 按照习近平来讲 伟大不掉 我扛不过他了 这个是国际力量 就共产党内部的国际力量 开始反扑 反扑过来 然后把你地方的力量给灭掉 我们讲到 另外路德讲说 习近平是邓小平过去清点的 第三代接班人 这个一直没公开过 我们也没法做佐证 也没法确认 那么是这种情况 习近平干嘛要把邓小平 全否定掉呢 还是因为 这个时候再翻出来 放了习近平一脸 桌上一放 习近平就咽了了 有可能 这个倒是很厉害 过去可能习近平都不知道 自己是邓小平清点的第三代人 当然这个就是花絮了 到底真还是假 如果把这个人一拿上来 邓小平还敢反习近平 习近平再反邓小平 那他就不具有合法性了 明白吧 他就不具有党类的合法性了 理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所以这篇文章 突然冒出来了 我们感觉到这玩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提前 还要提前 所以我们一直在观察 我们念一下 他也比较常 我们快速的有些种 关键第一个 他党的19届6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记住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意思什么意思 过去的都要否认掉 这一句话就跟习近平现在倡导的完全相反 习近平倡导的是过去的都是对的 现在都不行 那就不叫觉醒了 那就不叫觉醒了 所以讲到的改革开放是党的第一次 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达成这个共识出来的 那你习近平就不能什么 去报文革了 你必须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大腿 那么习近平过去反 反邓小平反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行为 都是不具有合法性 至少不具有党的决议的合法性 这是很重磅的一句话 我们想抓住这个 然后为什么说十九届六中全会拿出来 我们那时候没好好读 好好读我们可能知道 没好好读 那么因为共产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知道吗 所以他拿了这个 这其实说白了 就是给习近平一个台阶下 敲响警钟跟你讲 要不你就跟我暴力上来武装对抗 内部发生政变干 要不你就 你就乖乖的老老实实的 改写意识 回到邓小平赶到开放路上来 不要再搞那种开倒车的猫腻了 所以这一块非常重要 深刻认识 准确把握我们党 做出了这个重大历史结论 和重要政治论断 对我们深刻理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划时代的 记住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他中间跳过了 江泽民跳过 胡锦涛跳过 谁的中间的 什么赵紫阳 胡耀邦 所有的全跳过了 包括习近平都也跳过了 理解啊 所以这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也是划时代的 然后划上去啊 学习好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新实现历史经验 继续解放思想 随意进取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理解啊 这就等于是一个小反弹 所以要不华尔街的资本不肯撤呢 华尔街的资本不肯撤呢 不肯撤 他就要投机搏了 这是最后一站搏了 大家四死相搏了 党的这是伟大觉醒 是如何发生的 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 是怎样做出的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 和历史现象的出现 都不是偶然的 在其背后都有着深刻的 经济 政治 社会 历史等原因 他把经济放前面了 共产党文字上是有讲究的 但愿我说 他这真的人家没篡改 文字讲 他把经济放前面 是经济 政治 社会 历史等原因 排序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 在探索中国自己的 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 出现的严重挫折 党依靠自己的力量 团结带领人民群众 最终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 历史证明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 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他要给自己马上要贴金 这叫自我反省 自我贴金 我们讲的 但是持续十年持久 文化大革命暴露出 当时党和国家 在体制政策工作等方面 存在严重缺陷 正如东亚平同志 在总结1957年以后 20年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 20年经验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 不自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 社会的政策不行 而面对当时存在的大量问题 邓小平同志尖锐的提出 这里面没提习近平 第二次提邓小平了 尖锐指出 如果现在再不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 和社会的事业 就会被葬送 当时摆在党和人民面前 有三条路 一条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一条是走改前 改期一直的邪路 一条是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重大历史贯头 邓小平同志领导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勇敢地面对现实 从实际出发 总结经验就成错误 依然决然地做出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 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从团境中重新奋起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建设和发展旧上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伟大觉醒 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实践的深刻总结 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 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基础 制度基础 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我们党执政后 面临的一个崭新客机 在探索过程中 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 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为在新的历史时期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党的世界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 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种人民 深刻总结新中国 第三次提邓小平 一句话还没提习近平 记住 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 正反两方面经验 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 简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借鉴历史世界社会主义意识经验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新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 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回答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系列基本问题 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 提到江泽民了 记住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种人民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 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认识 提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国内外形式 持分复杂 世界社会主义出现 严重取责的严峻考验面前 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目标和基本政策框架 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和暗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并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院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向21世纪 党的16大以后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众人民 在全国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 推进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深刻认识 回答了新形势下 实现了什么样的 这个我们不讲了 后面太长了 全面只有媒体 媒体邓耳平 媒体习近平 然后说 伟大觉醒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 20世纪年代末八十年代 世界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 邓耳平同深刻洞察 第四次邓耳平 世界形势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但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 或者说发展问题 从此他强调大战打不起来 不要怕 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 我们要抓住这个基于一心一意 搞建设 加快发展自己 经过长期观察 和综合分析 我们党明确提出了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这个判断准确把东西方关系 有所缓和 世界战争危险 逐渐减弱 科技革命浪潮 不断兴起各国争先 抢占战略发展 制高点的趋势和特征 为做出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制定新时期国国的外交方针政策 提供的重要依据 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 同追赶时代步伐是相不相成的 对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深入 也有解 增强了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 和加快发展和现实紧迫 责任感 太多了 因此邓小平同志 第五次强调 我们要赶上时代 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 把握历史规律 果断实行改革开放 由此赢得了主动 赢得了发展 赢得了未来 伟大决幸是基于对人民群众 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福幸 使中国共产党 自成立以来 就确立了初心使命 这个初心使命 把习近平的初心使命 给置换掉了 我们党来自人民 扎根人民 赵夫人一切工作 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出发点和落架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干革命 搞建设抓改革 目的都是为了 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为中国成立后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自立更生发愤主讲 竟然是儿子一大堆 我们不说了 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 而比较缓慢 第六个 邓耀宾同时深刻指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不发展生产力 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OK 这把习近平的所有政策 否定了 记住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 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 各个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 人心所向的改革开放 在中国的广袤大地 全面展开 伟大觉醒是由党的性质 宗旨和理想信念所决定的 记住 党的宗旨信念理想 马克思克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指出共产主要党 仍为公共产阶级的最终目的 质疑还斗争 但是他们在当前运动 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阶级的相分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相分队 党的宗旨是全权一位人民服务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识 实现共产局 党在社会的初级阶段的共产理想 一大堆 然后下面我们党 最后马克思主义政党 为了共产阶级 为广大民族 这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我们讲 好 下面伟大觉醒是在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指引下进行的 然后又一大堆 找到他的理论根据 找到共产党的起源 找到所有东西 我们讲的 回归本性 然后再讲正式从1978年 进行的那场关于实践式 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大讨论开始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广泛展开如火入图 深入人形 影响深远 拉开了中国大地上 异常解放思想的序幕 帷幕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党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恢复和重新建立 私求是思想路线 把人们的思想 从长期左的经过 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下 解放出来 解放思想 从改革开放相互激荡 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 相互出境 玩一大堆 我们讲到 这里面没有别人的名字 然后下面一个 伟大觉醒 展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生动实践 改革开放中 许多新生事务 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然后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们讲到 然后下面有一个 是由群众在实验中提出 是群众发明的 邓尔滨同志 第七个了吧 指出党自由 坚定依靠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 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 了解群众的情绪 代表群众利益 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 顺利的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波兰状况的改革开放历史竞争 是从农村到城市 从沿海到那地 从局部到整体 逐次展开和推进的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人民群众始终是改革开放的 新建者推动者 参与者改革开放中 出现的每一个新突破 新事务 新成就 都凝聚着这一套 一下血脉没了 下面还讲 党的伟大觉醒 孕育的伟大创造 深刻改变了中国 伟大觉醒 催生了改革开放 我们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种人民 一大堆 我们讲那生的我们讲 我归于99年跨入中等收入 国家行列 2011年等上于中等收入 我们党团结 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伟大成就 一系列一系列下面 推进了什么 我们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关键一词 全片没有一个习近平 后面说 提到了江泽民 提到了胡锦涛 那么全片给我们 一个感觉就是说 你习近平想栽桃子 甚至要毁灭所有成果 没戏 那么这篇文章 我们要 大家记住 这是一个很重要性 我们看明后天 还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来 很重要 在世界民主峰会 这个情况 我们讲到习近平 有点歇斯底里了 最后一战 讲到这点 那么这个情况讲起来 就等于是 江泽民跟胡锦涛 又开始联手了 相信是在宋平的推动下 宋平的推动下 江泽民跟胡锦涛 开始联手了 这就周恩来的力量 根本抵触的 周恩来的基本的力量 在中国这里面 我们讲到周恩来 是共产党的一个核心 重要力量 这些人是学生出来的 也是有纯理想主义的 老毛是一个 怎么讲访呢 他在中国里面 算是伟大领袖 在民族独立上面 是贡献的 那么但是他属于一个投机 有点农民意识 农民意识很多东西 都是一个投机的 所以你看凡是学老毛的人 都会走向投机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现代的理念 老毛的政策 过去当中是不是投机 全是的 全部是的 所以你看典型学 老毛把共产党那套 学得活灵活现的是谁 郭文贵 郭文贵最后就投机去了 投机去 大家翻译一下 肯定看得出来 因为过去共产党 始终没有离开老毛那东西 但是就是投机 最早这帮周恩来 当这帮纯粹的学生 有理想 学生走到了这个反面 走到反面 能把邓小平死的时候 他自己也难受 我们不是说邓小平坏 再试一下 这因为他干了很多事情 听老毛的话 说白了就听周恩来 邓小平是听周恩来的话 周恩来就把本压在老毛身上了 所以周恩来临死后也搞不懂老毛 想干嘛 这就周恩来没有中国的人文基础 人文基础不够厉害 完全就是斗争艺术 干了这些很多很多事情 甚至残忍的事情 极端残忍的事情 没有文明的素养 但整体来讲 他还是有一个相对而言 有一个初心 这个初心是改变不了 就像你儿童 我们讲青少年非常重要 共产党也知道这点 青少年跟你打下了底蕴的基础 弄不好 后面你想掰是很难的 那是你的进入到潜意识的 叫做第一笔 白纸上面的第一笔 你插都插 插完了 他有印记在里头 你只有一个深刻的反省 深刻的忏悔 你才能够把那个根子全部抛掉 否则很难的 我们讲到大家 你没有深刻的忏悔 你根本抛不掉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 大家看清楚了吗 整个党内开始翻天覆地 开始大面的反击 我们要看后面 可以看他力量的相互平衡 是怎样 是不是习近平要用党的军队的力量 去把这人给干掉 再爆发一场文化大革命 路线斗争 老毛就等于用了林彪的军队力量 去干到对方一样 干到刘少奇 干到别的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讲 一旦他碰到这个最后的经济底线 你就知道了 大量浪潮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邓小平的儿子 在海外就会遥控开始反击 大家记住到这一点 他会以邓小平的名义 或邓小平的东西打电话给江泽民 你江泽民接不接 你江泽民肯定接 或者用暗线传递过去 那么一些 说白了一点 就是把我们所有干的工作 全否认了 行不行 我们之间的争论是变成小问题了 我们党 我们共同这台机器 是大问题了 这台机器 如果再看上去 就要四分五来拆了 我们就赚不到钱了 我们笑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过去对江泽民有意见的胡锦涛 他也会靠向江泽民 所以胡锦涛那派很重要 背后那派是什么 最后就像宋平 就像邓小平的儿子 邓朴方这类的 那方不作声 躲了后面 不作声远离你们前线东西 但是他们有实际控制力量 我们相信 因为他们给整个中国过去三四十年 带来了一个新兴向荣 带来了希望 习近平给大家带来绝望 你想想看 想想看 慢慢慢慢就体现 邓小平 所谓的这个时候出来的东西 虽然那时候 搞了后面一大堆的 乱叫把贫富差距都出来了 但邓小平也说了 这样搞到贫富差距出来就完蛋了 这一块他必须得试水 他不试水也不行 也就是中国从来没有资本主义化过 没有接触过现代文明 他不知道这玩意之后 所以你让他制定政策还也难 我们现在讲到这 所以他只能说摸石头过河 所以这就是当初我们告诉的 讲到了邓小平的几样政策的解读 那个方式 就很清楚了 然后他现在形成了 共产党资本主义化 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力量 明白这一点 大家就知道这个过程的变革 如果你把它抽练出来 跟日本的过程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第一他们人文底蕴差不多 不完全相同 日本学大陆 但是有一点类似 第二个过程也差不多 中间日本是军国主义 东条英机反扑 习近平接着军队想反扑 但是不可能完全一样 要完全就爆发战争了 所以就看看习近平会不会 再搞一个东条英机式的军事政变 东条英机当初是搞了政变 把权力从文官手里夺过来了 夺过来了 所以才会爆发二战 那么习近平现在有这个趋势 所以我们讲下一波 他会不会又发动军事政变 把权力夺回去 那么后面就接着就是 中国就落到跟日本二战时期的下场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没有这方面文官 在中国的文官 他有经济力量支持 当初的日本是没有国际经济力量支持 他是文官纯粹是理论 所以当然就干不过这个军事的那种 那个那个后代了 我们讲到日本的军事后代 所以就出现了东条英机的反扑 这种历史教训在中国身上 因为他两个底蕴和文化情况都相同的 所以会不会走这样呢 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们讲到这一点 所以这一步下去 随后就看我们估计最好的结果 从目前来看 我们感觉最好的结果就是软着陆 习近平的连任也就到告吹了 他折腾了十年 折腾半天 宪法也改了 所有情况到最后也就告吹了 我们讲到 所以大家那时候 那些人还是有臣服的 共产党让你小家伙去折腾 他们就相当看那个蟋蟀膊里面一样的 习近平在里面下折腾折腾 折腾到最后碰到这个底线关键的时候 他就一次性出击 一次性出击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好 所以今天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来看后面 估计还会有反复 可能有反复 但是呢 从刘鹤发的文章来 接续下来 这改革开放是跟刘鹤的文章是一体的 是一致的 说明我估计也反复不出来 刘鹤是习近平的经济上面 一个重要的信任过了 他都反水了 你想想你习近平后面还有什么东西没洗 然后他身边那些王滬宁也在位 所有东西都江泽民这套东西还在位 不作声而已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会联合起来 完全把他习近平孤立起来了 所以说白了就是习近平没根基 在共产党里面没根基 没有根基然后就采取了反向逆向行为 逆向行为想得的赚的盆满钵满的 结果他知道没根基到最后就扔掉了 我们讲到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剩下他就看他的态度了 他如果说算了 罢了就这样回事了 但那么就软着陆 大家就保证了 不然中共内部也要出现血腥的事情 一定要出现血腥的事情 OK